大家好 日文輝球使館節目時間 二年46歲的門將何國全 廣超殺科日上陣位進風把關 令他成為廣超聯最大年紀上陣球員 不過與港甲年代最大年紀上陣紀錄相比 就還有一段距離 今集就和大家講一下香港專業史上的位球壇長青樹 日本球星三浦之良 以56歲三個月的年紀 擦身日本球員最年長上陣紀錄 不過與香港年紀最大上陣紀錄 就差超過半年 老一輩球迷相信都記得 已故香港專業總會會長霍英東 多年會穿上東升球衣落場比賽 而他最後一次在甲州上陣 在1980年3月26日對市政 下半場21分鐘後被入替張家平 1923年5月出生的霍英東 當時已經是56歲零10個半月 創下香港專業史上頂級聯賽 最大年紀上陣紀錄 至於政選上陣紀錄 最大年紀就是有彈弓腳外號的周文治 1914年出生的周文治 21歲加入南華粵組隊 沒多久就轉回中華 三四場之後就獲得提升上甲組 很快就踢出名堂 南華這個時候才知酒保 到了戰後 周文治先後合力過南華 九巴結智江華東方 1954年馬尼奶亞運 周文治入選中華民國亞運隊 贏得足球金牌 1957年第一屆麥迪卡足球賽 東方代表香港參賽 贏得冠軍 周文治又成為冠軍功臣 1958年 全界結束後 周文治原本已經掛虛 不過梳格三年之後 由於江華互給形勢高急 於是成商周文治和唐商 兩位老將復出救望 周文治補刀未老 想任17場射入兩球 協助江華互給成功 才功成身退 正式結束球員生涯 當年他已經是48歲 值得一提的是 周文治35-36年度球季 第一次在甲組量上 直至61-62年度最後一季踢甲組 橫跨27個球櫃 是香港甲組聯賽 令來橫跨最多球櫃的球員 由東方馬菲氏 之稱的何英勳 又是香港領一位球壇長青樹 1941年 年近20歲的何英勳 加盟聖約室 展開甲組球員生涯 可惜日軍 在12月8日開始入侵香港 該球櫃被迫要腰斬 到了香港光復之後 何英勳在江華站路頭角 獲得升到波士胡好賞息 邀請他去加盟星島 不只贏得甲組聯賽冠軍 還有機會跟隨星島遠征英國 1948年 何英勳入選中華民國奧運隊 參加倫敦奧運足球賽 之後 何英勳連續兩屆奧運 他都有份入選 協助中華民國 兩者在奧運足球決賽 擊敗南韓 贏得足球金牌 到了1960年 何英勳開始兼任教練 都繼續有披甲上陣 直至1966至1967年度球櫃結束後 因為遠赴遼國 擔任國家隊教練 才結束球員生涯 當年他已經是46歲了 何英勳執教遼國國家隊五年 大大提升遼國的表現 迎得遼國足球教父美譽 1972年返港 擔任香港代表隊教練 帶領香港隊第一次參加世界杯外圍賽 演員中的比賽 節奏比較慢 得到年近40 甚至超過40歲掛鞋 都大有的人在 例如唯一參加過兩屆奧運的華人球員 陳徹馮景祥 1949年 以42歲之靈 當選之後第一次球星選舉 原本1950年夏天 打算專心做教練 不過胡亨細細之後 51至52年度球季 復出邦星島踢足八場 44歲才正式退休 南華四條煙之中 姚卓彥和莫正華 都可以踢到41歲掛鞋 大家熟悉的阿叔林尚義 也都踢到39歲 才正式結束球員生涯 至於出球生涯 黃國一七零至九零年代 曾被譽為球壇長青樹的良能人 1970年 在元朗展開甲組生涯 之後踢過南華、流浪、魚園 1995年 舉行完告別賽 令香港邀請 復出上陣五場 42歲才正式掛鞋 而來自波斯尼亞的基堡 也都不枉多樣 他在1992年 來港加盟南華 之後踢過好義通 星島、法逆通 01年加盟業餘球會講會 03年4月最後一次甲組上陣 和梁梁梁一樣 都能踢到42歲 至於港超年代 在賀國全更加破紀錄之前 元紀錄保持者 就是法比奧 因為巴西前鋒 2004年 來港加盟漁院 令那個聯賽冠軍 及神社寺寶座 之後輾轉效力 東方、沙田、鑑園、流浪 2012年加盟元朗 劫助球會升班後開始鑽翅中堅 憑著經驗老道 在後防一處晴天 是元朗相隔50年 再贏得銀牌冠軍的重要功臣 2020年 駐會天水為飛馬 踢到一個球櫃 才以44歲之靈退休 現在足球 攻守節奏比以前快 球員不僅要有技術 體能同樣都是那麼重要 除了手本員之外 球場清樹就再越來越少 好了,今天的時間差不多 下次見,拜拜